戈斗世界胜 电脑斗士,艾维亚桑克兰,对阵来自中国的国家泰拳队长袁兵,用着电脑斗士称号的传奇泰拳王艾维亚桑克兰,自然不必多说,虽然亚桑克兰现在的世界排名仅在第一哟,但是现役世界排名第二的马拉特成为亚桑克兰玩乐,并且排在第一的稀奇残,也远远没有亚桑克兰的影响力之大。 可以说,现在的亚桑克兰,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泰拳第一人,而这场俄美传奇首秀,亚桑克兰的对手,是中国国家泰拳队的队长袁兵,今年24岁的袁兵曾也选战波球而成名,目前为止,袁兵已经在俄美传奇,取得了二连胜的部速战绩。 半次挑战亚桑克兰,袁兵表现信心满满,比赛开始后,袁兵没有位置亚桑克兰的威名,率先发动了组合全进攻,但是被亚桑克兰全盘防下,随后,袁兵继续加强自己的攻击输出频率,但是并没有对敬业老道的亚桑克兰造成多大威胁。 相反,亚桑克兰一直在通过试探进攻来熟悉袁兵的战斗节奏,打的是不急不慢,在没有让袁兵占到便宜的同时,更是不断施展反击。 但是双方的冷暴太过频率,三局打满都没有,看出谁有明显的优势。 经过裁判的判定,双方占平,加赛一局,在加赛局上,袁兵的体能开始下降,而亚桑克兰则越战越柔,完全掌控比赛局面。 最终加赛局的三分钟打满,太拳王亚桑克兰一致性,判定,击把中国选手援兵获胜,援兵虽然输掉了比赛,但是他与亚桑克兰苦战四局的顽强意志,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在比赛结束后,签约峨眉传奇的中国军人铁拳,解放军拳王周志鹏奔上拳台,接过话筒,正式向太拳王亚桑克兰发起了约战宣言。 刚刚击败中国国家太拳队长的太拳王梁桑克兰,会接受周志鹏的挑战,迎来一场真正的中泰巅峰对决吗? 让我们一起期待,格斗世界现场报道。